花莲的环境污染少 也吸引了相当多的生态鸟类 迁移到东部来 而少有在花莲看到的黑翅鳩 近几年来在环境保护意识抬头之后 也在花莲地区逐渐看得到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的保龄科 在明年计划将调查黑翅鳩 目前在花莲的繁殖数量 黑翅渊竹筹是相当难得的画面 而在寿崩某处的农地就发现黑翅渊的鸟巢 由于黑翅渊的生存环境条件相当严苛 必须在少污染的环境之下以老鼠为食 在没有农药污染的环境之中 才能够让黑翅渊有足够的食物生存 黑翅渊其实它在早期 台湾的想鸟民众要看到黑翅渊要到金门去 那后来慢慢的在西部平原 发现黑翅渊的踪迹 然后也有竹草的迹象 那近几年慢慢的扩展到了花东这边来 那一开始数量比较零星 那近年开始有比较稳定的族群 会在花莲这边出现 那也有竹草的迹象这样子 那今天在这边发现这些黑翅渊在这里竹草 表示这里的环境还算不错 相当丰富 那黑翅渊它是以鼠类为主食的猛禽 那所以表示这附近应该是农田环境都没有使用农药过度 那还有一些天然的鼠类出现 让它可以在这边竹草 然后在之后育幼这样子 黑翅渊可以说是保护环境的指标 以往都只能够在台湾西部以及南部才能够发现它的踪迹 近两年能够在花莲发现它竹草繁衍后代的迹象 就代表着花莲环境是相当好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保林科也希望 民众如果能够看到黑翅渊的竹草 尽量避免鸟类的打扰而影响鸟类的气息 记者凌桀收莫箱采访报道